在去年大选公投当中通过的喜瑞都社区大学3.5亿美元学区债券法案 规划了一系列的校区整建计划 喜瑞都社区大学决定向社区公开招标 希望透过这项整建计划能够扶持社区的小型企业以及少数族裔企业成长 喜瑞都社区大学今天召开公开说明会 宣布将公开招标 邀请喜瑞都市周边14个城市内的小型企业以及少数族裔企业 竞标该校一系列的校区整建计划 希望帮助小型企业以及少数族裔企业 透过参与这项建设案让企业经营能够稳定成长 我们希望少数民族能够加入我们的建设 因为事实上我们少数民族华人是很努力的一群民族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个校园建设 很多我们华人都是建筑商 平常都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每年3亿5千万的这样的大的一个 就是说是建筑的费用 我们华人也可以分一杯羹 有意竞标的小型企业以及少数族裔企业 可以透过网站填写申请表格 接受初步的资格审核 习瑞都社区大学将在10月底以及11月中 分别举办三场详细的说明会 同时也在网站上提供相关资料 并设有专线电话公民众询问详情